热播的古装剧不仅眼睛让人称赞 角色头上那些精美巨轮的配饰 更是吸引观众的一大亮点 延续攻略的高贵妃 如意传的如意 甄嬛传的华飞 而这些配饰 都是由快要试穿的宫廷绝技 华丝镶嵌制作而成 三百年前这项工艺没有模板 掐丝只能参照纸样 没有丝板 纯靠手工感受素丝 是否粗细合适和一致 没有焊枪 凭感觉掌握温度和角度 这项古老繁复的皇家绝技 被多次当作国礼赠送 被世界推崇 被奢侈品效仿 但在国内 依旧避免不了失传的境地 2002年 北京花丝枪键厂倒闭 赵云亮失业下岗 然而 他却始终始至不渝 坚持制作 如今 赞刻着他名字的饰品 已经成为一种信誉和品牌的象征 成为业界的一颗 意义闪亮的明星 彩精维斯 妙手边节 歉欲坠翠 事为一绝 两千多年来 花丝镶嵌工艺 意志为宫廷御用 以偷显皇家尊贵 花丝镶嵌工艺 又分八大技法 分别是掐 填 船 汗 堆 垒 枝 鞭 淬炼金银 抽成细丝 将金丝 弯曲勾勒成各种文样 在相应于实 金丝细如发丝 全手工完成 宛如金上丝绣 出来的成品 又极尽精致 繁复 华丽 花丝万缕 织金冠 妙手镶嵌 有乾坤 花丝镶嵌 将金银的美感 推向了极致 制作期间 但凡有一部美作好 就要全部重来 报废率非常高 花丝镶嵌 极依赖手工技巧和经验 培养一名师傅的时间 短则十几年 长则数十年 让许多年轻学徒 都往而缺步 到今天 能够完整掌握 花丝镶嵌整套手艺者 全国不足十人 有一定水平的工艺从业者 不超过五十人 赵云亮 则是其中一位 从16岁 踏入北京花丝镶嵌技巧 成为第一届学生开始 就再也没有离开过这个行业 出心如盘 奋济笃行 以出心至降心 以降心 守出心